从大月开始 因为他去购回子公司邻居国际 在外流通的 百分之26.8%还是28.6%的股权 他把这26.8%的股权 买回来之后 他每月的获利 根据估计大概可以增加3000万左右 那你一年下来算一算的话 一年EPS就增加超过一块钱以上 当然类似这种公司 他已经做过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那法人他该卖的都卖完 像基亚他可以处奔掉了 一些公司竹红 他也可以处奔掉了之后 他开始回头去买这些有业绩的 可能是单月赚一块 或者是接下来他每个月呢 能够增加3000万获利这些公司 我想是大有可能性存在的 所以您的结论是 与其去抢新药的中天太景 不如去找跌身错杀股 是这样吗 我想没错 不过新药股不是都不能买 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宝林 宝林他做什么 他的一个主要的药呢 是做这个你去洗肾的人啊 他会最后洗久了 因为学意识透析 这有一些药啊 长留在里面 会出现一种症状 就叫高血淋症 这高血淋症的药呢 目前为止近几年来所过的 在他在日本已经过关了 在台湾在美国反而没过关了 那他在这个 近几年来这个 他这个高血淋所用的这个药啊 我想宝林 就是要用到宝林的药 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 接下来应该在9月10月份呢 这个美国部分 有没有机会过关 而且包括最近有传出说 中国大陆的一些厂商 可能也是开始跟他做一个 恰询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宝林 反而是最近以来 新药里面算是撑得最久的一档股票 不过这些公司 我想呢 当然西教部分 可能就选择这些公司 来做一个看好的动作 说到了选股的建议 往往都是在比赛之下 竞赛之下 谁能够最优 谁比较能够强势 就跑在前端了 新药领域是如此 其实各大产业都是这样的 就在今天三星 做智慧型手机的三星 冰桶挑战 他也跟人家挑战 结果呢 自己拍了一个广告 林冰桶挑战 他竟然呛瞎了 点名三个对手 其中一个就是苹果 到底三星怎么林冰桶 三星这个林冰桶 大家一想就知道 他也是正好 这个行销的话题 来搭上这个整个全税线 很流行的林冰桶的话题 但原则上 三星这个林冰桶部分 总共是拎了15秒 他拎了15秒 在挑战对手什么 你那个相关的苹果 没有防水 HTC的宏达电M8 哇 金属机格 但是也没有防水 Nokia的Lumia 930 也没有防水 很明显他就告诉你 我有防水 所以你这些要想要林冰桶的人 你带着我的手机一块去林冰桶 OK 没问题 我真的觉得三星好会做行销跟广告 很会做行销 所以他马上直接就把话里就搬出来 但是他可能也嚣张不了多久 因为有些公司相关的 像宏达电在日本那边也开始推出 防水 对 防水的 巴伏达第二代 巴伏达第二代 蝴蝶机第二代就防水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广告就是当成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评估跟参考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三星这一次不只是只有利用林冰桶出来消遣而已 他甚至呢 来我们看下一个 他直接甚至直接挑战苹果 现在可能是最近 同意出来觉得他自己好像稍微卖得好一点 嚣张一点 不要忘了iPhone 6还没出来 也是利用iPhone还没出来以前赶快消遣 这样这个就有一个婴儿 哭着跟爸爸抢iPad的广告 为什么要抢 因为只有一台可以用嘛 那这一台里面你又没有多重视窗的功能 所以呢 他会消遣苹果什么 哈哈不好意思 我们三星的有多重视窗 可以随时要开什么 那个城市都可以 但是那个为什么婴儿要哭着跟爸爸抢 没办法 因为苹果只能开单一的视窗 一个画面出来而已 那这很明显的消遣 但是还有 还有一个 三星还呛苹果一个 我觉得这最好笑 刚才就想说奇怪什么 叫做靠抢主啊 他一直在消遣苹果用物啊 不好意思啊 你的续航力很短啊 你要一直靠在墙边 你知道拿苹果的手机 就一直要靠在墙边 每天都靠在墙边为了充电 因为你苹果的产品不能换电池啊 所以一直在靠在墙边 那正好最近又搭到苹果一个话题 因为苹果最近正好也打算把iPhone 他讲说iPhone在今年的这个2月 他包含去年12月出产的 这个iPhone5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产品 他的手机的电池要非常充电很频繁 等于是两个率不佳 所以要把它调回来可以换 但是呢 这个我想这一点 三星可能一不小心 真的想想苹果生意的人 他会觉得说可能打他痛脚 真的谁也不希望一天到晚 他在墙面一直等 但是如果苹果iPhone6出来 我记得上一次阿布莎讲到有可能会有什么无线充电 那可能以后就换苹果消遣三星了 好那再来 那还有一个 那我想这个三星的部分 还消遣一个东西 还消遣苹果 你大萤幕手机还没有上市吗 我三星我早就有了 你等到现在你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全世界都能大萤幕手机都已经大大推光了 你还要推大萤幕了 在消遣的时候你的苹果果本很爱等 但其实我请大家注意到一个 为什么三星这一次会很积极地打苹果 一个原因 因为就我们现在这里 这个统计的分析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到 三星虽然现在市占率是32.2% 苹果是31.9% LG是5.9%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最近这个统计的市占率 三星是因为大家在等iPhone6 对 所以苹果市占率稍微低一点 而且他们两个太靠近了 对 太靠近了 在0.3左右而已 所以如果iPhone6 9月出来 以您的研判 这个排名是不是整个就大对掉了 一定大喜牌 我想一定是大喜牌 不对 你来讲不带准 因为它是果粉 汉伟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定是大喜牌 我认同制度说这样的 因为三星的新机 接下来就是Note3 但苹果的部分除了所谓的4.7寸 还有5.5寸 而且你要注意到是4G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部分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4G的需求如果提升上来的话 我认为说苹果 基本上大家 你去电竞章想要换接的话 应该苹果还是首选 那苹果派呢 三星冲呢 两个家族呢 我想这两个家族 原则上应该在今年的 这个第三季这里 两强相接 必然一定会有拉货的气氛 对 所以相对有这些概念股的投资朋友 我个人建议 原则上在这一波 因为苹果的这个相关的概念股太多了 那你把握个原则 就是我刚刚有一开始教给大家的 这一段期间 只要领先田圈席的股票 它就代表业绩已经预告你了 懂了 第二个就是在技术结构上来讲 它领先大盘 突破所有的压力 开始走出一个比较明显上涨 而且业绩回升的格局 这种股票你就是一路看 看到苹果的商品都出来为止 后面卖的效应怎么样 再说 那至于三星的部分 我想三星的这个概念股的里头 大概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股票还是属于跌等反弹居多 因为在台湾的这些三星概念股里面 并不多 因为韩国的三星这一波 也是来自于 整个本益比已经比较低估了 所以才去买韩国的三星 最近的三星 你把时间拉长一点点 已经做出一个大头部 破心低了 上一波不是很强 那时候我是跟大家强调说 它很强是因为 三星本益比较偏低估 所以有点卖台积电 回去买三星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三星应该会是 在这个技术结构上来讲 那是一个反弹波 攻击失败 与您做一点分享跟参考了 不过 不管你拿什么的手机 您都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跟汉伟LINE一下 跟冠军LINE一下 聊阿布塞都跟我讲 真言赶快好了 所以你也用LINE吗 请小心 可能下一个被骗的 可能就是您 对我们来说 HIPHOP就是 一个生活的态度 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法去 为自己想说的话去发声 跳得好 不一定有机会 但有机会一定要跳好 我是Nike Chan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挑战世界 T-Star 台湾之星 挑战4G 最透明自肺 颠覆你对行动的定义 军纪美国威州花旗生茶 9月8号前 第二盒半价 满元气包 送花旗生茶包 0800-026-678 未来不一定要伟大 但是一定要精彩 高中美语 未来不一定要伟大 但是一定要精彩 高中美语 不啰嗦就是这个价 开台限定 只要月付599 给你4G上网 两年吃到饱 不降速 网内免费 往外再送30分钟 欢迎全台iPhone用户 待机投靠 T-Star 台湾之星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长颈鹿美语 希望孩子的未来 无限卓撞 吸收知识 启发美语的潜能 knowledge is power character is more 品格让知识更有力量 场景录美语 为孩子种下品格的种子 凉面的季节来了 全新三层面 外层滑顺 内心扎实 Q弹更有劲 7-11给您最安心的美味 夏天就是要吃凉面 我最拍手狂歌 举杯遥远 今年中秋 就喝金牌奖的好酒 金门皇家58度高粱酒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青春霸道 铁令法比尔 雪印明星宝宝争选 开始咯 快上雪印官网查询 雪印明星宝宝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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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霸道 铁令法比尔 凉面的季节来了 全新三层面 外层滑顺 内心扎实 Q弹更有劲 7-11给您最安心的美味 夏天就是要吃凉面 分享啊 太厉害了 你要照顾自己哦 拜拜哦 每件一次面 她们又老了一层 真的很不放心 不在父母身边时 桂格火灵芝 帮你照顾父母 她有珍贵的灵芝多糖体 免疫调节功能 保护爸妈的健康 火灵芝爱你 心态爱过哦 你自己也要照顾呢 孝顺父母 桂格火灵芝最好 刚刚呢 听到了志诚 讲到三星啦 苹果啦 你知道吗 苹果 它的作业系统 是封闭式的 叫iOS 那苹果以外的 三星啦 宏达电啦 等等等 这些手机哦 的作业系统 它是开放的 用的都是 Google的安卓 安卓 阿文先生 中国大陆现在 要弄自己的作业系统 听说十月份要上市 那就跟苹果iOS 跟安卓 互呛咯 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对 我们这样用个白板好了 就是以前软体的部分的话 以前的话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叫Windows 这就是微软 那大家也想跟它拼 大家Windows 大家也想跟它拼 这是微软 对 然后有一种的话 它是叫做 Ninex 这个软体 这个NUX 这个叫Ninex 那另外一个的话 叫Java 就是爪哇软体 爪哇软体叫生养 这两个都不是它的对手 也就告诉你说 现有的主宰者 它实在太厉害了 你要去打它不容易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Google把它拿来 拿来做 它不敢跟它对拼 它用所谓的行动装置 行动装置 它把它改成 叫做Android 结果Google 因为是Google Google因为太有实力的 加上它把它转到这边 不要跟它硬拼 它去拼行动装置 拼什么 Android它的前身 叫Ninex 以前什么红帽 很多一直在做Ninex 做不起来 然后生养做Java 也做不起来 完全都被它打翻 所以用这一个 不跟它硬拼 而且是用在什么 用在所谓的 携带装置 手机跟平板 它才成功 对 好 那现阶段你可以发现 很多人要跟它打 那像所谓的这个 Lokia 都失败 这个叫SIMBF 都失败 这是诺基亚的 作业系统 对 还有很多的软体 像HPQ 对 跟它拼也失败 会普跟它 也设计一个作业系统 跟它拼也失败 对 我们要写一下 大家才会知道 这个是各自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任何的系统 现在在行动装置 要跟它拼都失败 它现在试占率的话 大概有84% 84% Android系统现在8成4了 8成4 然后那个苹果只有11.9 OK 11.9 它有84% 所以几乎 全部都是Android占领 那微软的试占率 它是在PC 它是在PC 但是它在行动装置 只有2.5 Windows只有2.5 懂了 所以在行动装置的话 大家都输它 所以电脑系统是微软当家 对 但是现在是装置 智慧型手机 平板是Android当家 那吸引阶段 大陆要发展一个系统 要跟它拼 你说成功机会大不大 三星自己也搞一个叫Badda 三星也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结果 失败 都没听过 对 后来它又 现在又一个叫Tizen T-I-Z-E-N 全部都没办法对它有影响 三星手机卖得很好 势力很大 也没办法跟它拼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么多的战争 一直打来踩 一直打来踩去 很明显的PC 就是它的天下 我们换个颜色了 跟大家再确认一下 因为每一个的科技新笔都要作业系统 对 那刚刚还没说Windows是在笔电的天下 对 PC 然后这个的话是行动装置 就是Android系统 它是在手机 平板 行动装置的天下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的话比例 这个几乎是九成以上 这个是84% 太好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任何像Nokia 三星 惠普 要跟它拼 都完全失败 那你说大陆自己要发行一个所谓的作业系统 要跟它拼的话 不简单 我觉得不容易 即使在PC要跟它拼 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兴许说两年要追上的话 可能性不大 而且最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大陆非常喜欢用Enjoy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 苹果在大陆卖得不是很好 因为它是封闭型的 封闭型的 你要设计不容易偷窃 你只有这种开放型的 你才容易去偷窃别人的东西 现在瑞瀚写了这篇文章 我就赶快把它偷窃来 我就可以抄一抄 改一改 我就新的东西出来了 在开放型的很容易去嫖窃 设计新的东西出来了 但是你在封闭型的 你没办法 马上就被查了 所以原则上大陆又喜欢这一种 那请问一下 它有可能自己在创造一个系统 自己来弄 不给别人弄吗 我觉得很难 也就是说 它自己要去创造一个 所谓的封闭型的系统 然后要跟Android拼的话 我觉得机会的话是很低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 我说两年内要攻市场 成功几率不大 所以联想一下子 要把红机 要把华硕打死的话 也不容易 好 感谢阿文塞了 真的是不愧是科技王 这一题其实好重要 幸好我们还有进一步在追问 那这些系统可能 照阿文塞这么研判的话 这个还是微软跟Google Android的天下 对 一个PC 一个行动装置 OK OK 那接下来呢 如果您常常跟大家联系 社群网站 谁的天下 LINE吗 这份资料 你就知道全世界 用LINE在沟通啦 处理事情的人 有多少 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 二分之一以上 一千七百万人 在今年一月份哦 都在用LINE沟通来沟通去 然后呢 全世界的用户 破了五亿人 但是越多人用 汉尾啊 那个被害啦 被骗的案例就越来越多 最近就有 对啊 所以诈骗集团 真的是与时俱进啦 我记得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听到的诈骗 都是那种写笔友交友被骗啦 那后来变成什么 你那么年轻有笔友吗 我们当兵的时候有笔友 那时候有笔友 笔友型很多 爱情红绿灯啊 那种那种杂志卖得很好 那后来慢慢进化到 所谓的电话诈骗啊 聊天室诈骗 现在是通讯软体的一个诈骗 那就会发现到 诈骗集团一直都有 但是科技越来越进步 那最近传出来两个名人被诈骗了 第一个是叶树珊 叶树珊是谁 台中市的文化局的局长 以前媒体人 对 以前的媒体人 他长得很漂亮 那他的LINE在近期被盗了 造成说他有非常多通讯的好友都被骗 那有三个友人被骗了两万块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个 他被骗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是用所谓的一个 可不可以帮我买所谓的一个 超商的除值的点数卡 那大家如果有常在看新闻 常在看媒体会发现到 这个诈骗招数不是很老吗 应该大家都知道 买点数卡就是骗人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发现到 还是有些人会上当 那是不是也就 我听不太懂 为什么他叫我去帮他买 然后钱就被骗了 因为点数卡的部分的话 他在诈骗集团非常好用 是因为这个点数卡 如果你买了之后把这个序号给他 你之后警方很难去追查到这个钱 到底是谁领走了 所以在整个诈骗集团里面 所谓的点数卡是一直以来 从过去到现在 点数卡这个诈骗招数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被很有效的破解 因为你很难找到所谓的车手 跟所谓的诈骗集团的一个首脑 那你会发现到 所谓的一个文化局长 用所谓的赖的部分被盗用 那甚至说像基隆市的副议长 宋伟立的部分也是一样 一样他的一个账号被盗到之后 把这个所谓的买点数卡的讯息 传给他的友人 他友人比较倒霉 有7个人被害 损失了14万 损失了14万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所谓的诈骗招数 并不是老招数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上当 尤其是我认为说像公教人员 还是一些教职人员 因为交友比较单纯 所以都比较容易相信 所谓人性的一个部分 请问一下宋伟立 还有包括了叶树山 他的账号是怎么被盗走的 叶树山的部分记者有去查证 就是说他是因为人家传给他 说你可以下载一个免费的贴图 他点了连结之后 去写了所谓的 他email的账号等的资料 结果他LINE就被盗用了 那我害怕了 我常常去下载免费贴图 所以那个免费贴图以后 都不能乱下载了 对 所以这个是高危险 尤其是如果你下载免费贴图 他必须要你去填一些 所谓email啊 账号的资料你就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如果你的免费贴图里面 是一个短网址的话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就不要去开网址 也不要填资料 那我们下载的图才会比较安全 而且网址其实很危险 因为现在手机的木码程式 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你点那个短网址的话 很容易就不知不觉 下载一个短的一个木码程式 所以网址不要乱开 我想的确就是 刚刚这个网址也提到 其实免费贴图 它有官方的免费贴图 那个是OK 那可以下载 就是任何连结你不要点进去 因为现在已经能够点进去 你根本不用填什么 你不用填你的email 他就把你就 刚刚这个汉伟提到的 他直入个木码程式 他就直接把你输入的 一些习性全部都操走了 他只要有 他只要有你的email 有你的密码 他就可以想办法 在这个另外一个手机上面 用Line的方式来登录 登录完之后 他去把你的 他去把你的那个 他把你的那个email给改掉了 他就取代为 取代为新的身份就出现了 可能我新的身份林汉伟 然后我就 然后就开始发这种讯息 他马上把你的email 一改掉之后 他就取代一个新身份出现 而且你这种东西 一旦被夺走之后 你就拿不回来了 所以像耶稣山 就是这样被偷走 被盗走他 没有错 他那可能就是连结进去 然后他就是填自己的email 然后就挂掉 甚至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现在厉害到 他根本不用填 他就直接抓进来里面 他就把你跑一跑 他就知道你的email是什么 他就直接把你盗走了 所以那种连结真的是 闲的没事都不要点 包括网路上那些连结 其实闲的没事 除非你真的知道 谁传给你什么东西 因为之前最常出现连结 除了获取免费贴图之外 还有说什么谁谁谁 我们上次聚会的照片在哪里 你鬼才会相信这种东西 那就有人相信 然后点进去就挂掉了 上次我也收到一封 说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 我想谁想了十分钟 想还是不要开好了 都不要开 真的都不要开 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啦 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 过去是利用人的贪念 就是说你贪心被诈骗 我觉得那就算了 那现在是利用人的信任 你信任你的朋友 传给你的不管是讯息 不管是网址 你去帮他买点数卡 帮他点网址 造成你上当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有些人的解读是说 因为我的朋友都不信任我 所以他们没有被诈骗 那会被诈骗代表 你有一些是真的好朋友 他愿意相信你传给他的一些讯息 愿意帮你去买点数卡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你的 一个很好的好朋友 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同事之间也在讨论 如果说志诚 突然传给我说 我需要帮忙 是不是帮我买个点数干嘛 不要说什么几千块 一万块 我告诉你 你跟我要十块 我都不会给你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嘛 你懂吗 因为我不可能会去要那个 点数给他要那个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汉伟可不可以教一下 有些的诈骗伎量 就是不要很容易就上当 因为哪有随便给金钱的 对我们很快带一下 现阶段比较流行的几个诈骗手法 像这个用手机送修 帮我收简讯 还是说合派的照片 结婚照 这些都会传一些短网址给你 你点进去的话 就会觉得木马城是 真的是小额付费的一个东西 会造成你的扣款 那像这个所谓的宅集变 还是电信账单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 这个送贴图的部分是最难防范的啦 因为大家基本上你看到人家传贴图 你就会觉得我去点看看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也就代表说 第一个你不要去乱点 你不太确定它是什么的东西 那第二个LINE的官方 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去 所谓的防止你的账号被盗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在其他设定跟我的账号里面 把有一个允许自其他账号 装置登录的一个选项 把它勾选取消 代表就是说 你未来你的账号 只能够在你的手机上登录 不能在其他手机上登录 这样就可以防杜 其他的账号被盗用的一个风险 那再来就是说 你设定你的换机的密码 也就是说你手机 换了一只手机之后 要另外再设定一个换机密码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杜绝掉 说你手机掉了 整个账号就被人家盗用的一个风险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账号不幸被偷了 你要赶快通知你的亲友 不要说等到大家都已经付完钱 骂你之后你才去通知 那再来就是说 不要去轻信别人 传给你任何讯息 其实LINE 因为现在诈骗的太多了 所以LINE又新增加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就是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 又登录LINE的话 像如果商业树山被人家窃取了 另外地方又登录LINE的话 你原来的那个母机的部分 它会通知你 像我在我的电脑里面 又登录LINE的话 它就通知说 你电脑另外一个系统登录LINE 是不是你干嘛 要稍微连接一下 我们看一下LINE的母公司 Naver好不好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有 那个骇客的这样的情况 那Naver的股价 我的意思是 最近时间拉长好不好 骇客案件越来越多 LINE就涨不动了 Naver涨不动了 对啊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些通讯软体的部分 第一个后面后进者的一个追逐的力道越来越强 第二部分就是在于说 这个所谓的诈骗 还是说相关的一个被盗的一个部分 其实所谓的LINE 甚至说主要的一些通讯软体 都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杜绝 但会造成说用户的部分觉得说 用起来不太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个蛋对它股价会有影响 但我觉得重点的部分还是在于说 我们在手机上使用的资讯 尽量能够做一个保密的动作 会比较好一点 请小心 总之不要乱点网址 任何的好朋友 叫你付钱都不要 也不要乱输入自己的密码等等 希望今天能够保护到大家 在大家互相沟通的社群网站上 我也要保护大家 明天盘面上的关盘重点 好的 我想最重要 为什么有一点死气沉沉 就是没有量 才750G 所以成交量如果能够适度扩大 当然不要暴增太快 但起码的一个活络量一出来 大家就会比较兴奋 个别股就活泼表现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量 希望能够有一千一千 八九百 对八九百 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扩增 那第二个 因为目前市场最信心的话 还是平概股 刚才讲到鸿海的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就是说 即使第二季潮报表不好 但是它的股价还是表现好 就是说 因为大家还是认定 平概股在9月9号 有爆发性 9月19号卖的时候 大家就要去排队的 所以平概股的部分 我们就要去注意 相关族群的一些个股 那8月27号跟28号 有一个所谓的触控展 这个触控面板展 所以有关于友达 群创 这一类型族群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值得观察 因为有时候展览 就会一直讲到它 它如果能够带动上去的话 整个大盘的追加力道 就会出来 那最后还是这样 就是说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能够涨100多点 120几点 是因为伟业股 全部都拉起来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 利空股的话 如果能够持稳的话 我觉得整个大盘 拉伸的速度 跟力道就会比较强 太重要了 包括了金控 金控今天熄火 但是外资还是蛮很多 金融股的表现 以及国际盘 今天的欧股是开高的 那希望力道够不够呢 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